大家好,歡迎收看ET才智Talk 今天請來重量級嘉賓 重量? 因為我認識了你很多年 剛才我們討論,認識了你15年 對,你15歲開始工作 Din Sir做商品期貨有超過30年經驗 今天請他上來,當然要跟我們探討 究竟接下來的金錢還喜歡嗎? 我見你稍後可能會有好介紹給我們 是一些落後的商品 應該有機會賺大錢 我感覺到 不過現在市場震盪 影響大市的消息日日新鮮 日日驚嚇 上星期還說疫情 到星期尾就說港版國安法 今天事件繼續發酵 對於整個港股有一個大震盪 港幣、美電動 港式也動得很重要 其實Din Sir 這件事對於整個資產市場的影響 是不是都很深遠? 是,長話短說 這個港版國安法 其實對香港的市場有兩個影響 第一 記不記得去年11月 特朗普和國會通過了 對香港的民主的人權法 但是你發覺 咦?沒什麼事 雷聲大雨點少 好像沒什麼事發生 如果現在這個星期四 人大真的立法了 那會怎樣呢? 我相信特朗普 第一 二話不說就跳出來 就會取消香港關係法 或者叫香港政策法 這個很重要 這個就不可以跟去年11月 那個人權和民主法相比 因為這個 就是久然在美國國會 當時在香港回歸之前 一國兩制 是不是履行到82年的中英聯合聲明 美國support英國的兄弟 而增加的香港關係法 這個說的是特別的經濟待遇 涉及關稅 港商在美國投資 或者美國商人投資那些東西 如果取消了 或者修訂了裡面的條例 這樣呢 就挺大件事 是嗎? 是呀 很麻煩 關稅 出口 又有quota 影響都會挺大 第二 就是不要忘記 過去這兩年 你有沒有留意到 目的和惠譽不斷調低香港民旗 但我經常都跟粉絲說 有一間未出售 沒錯 老大哥還未出售 老大哥已經三年對香港無下毒手了 就是S&P 是的 現在香港在標譜裡面的評級是AA加的 高於中國三級是A加的 如果這個國安法立了 那些美國有心人士就會鼓吹 一國兩制二死等等這些東西 美國就會將香港視為中國一個城市 就沒有其他差別 就是標譜就很快會行動了 是呀 其實目的 今年一月就有做過事了 是的 將香港的信貸評級降一級 Fitch衛羽方面 去年九月和今年四月也都做過事 如你所說 還未儲齊標譜老大哥的印花 如果它動作評級 通常 據我們的經驗就是 本地的一些企業的評級 都會相應下調 沒錯 看看信貸成本方面會否影響很大 沒錯 也都影響了整個盈利的模特兒 言下之意 港股方面有機會是有得陣無得睡 但是有很多人都問 中美貿易是夾著香港的問題而發酵 越來越緊張 其實不止股市的影響大 其實商品市場過去一年 我想你很多粉絲或很多投資者 都在裡面賺了很多錢 不要計油價 是不是 其實拿著黃金這樣 其實已經不錯了 如果這樣看整件事發酵 接下來中美的關係惡化 其實商品市場的影響又會是怎樣 我想如果你說貿易戰等等 其實過去兩年 已經對商品 尤其是去年 其實很明顯 不過去年每個都掛著看股市 沒有說商品 去年的金又未動 油又未跌 但是其實你要看回所有資源類的類別 去年是跌得很慘 包括油股 甚至連金礦股 去年曾經跌得很慘 我講了這麼久 我做了商品期貨33年 我經常都發覺 原來商品真的很傷 差不多是全球股債匯所有資產類別之中 唯一是沒有上升過的資產類別 這麼慘 很傷的 那拿個商品指數出來看看 就知道跌得很傷 因為阿丁sir叫我看看CRB 環球商品指數 你就發覺原來那個跌幅很誇張 很誇張 我們的股市是不斷升的 尾段 它其實不斷跌 是的 經過2008年的時候 油價到了147元 當時算了 不要說那麼多 不然又得罪了大行 滾到32元 商品指數當時在一個月之間 其實就是在四百多點 一旦就滾到200點以下 跌了七八成 在一個月之間 我想我做了商品這麼久 很多人都沒見過 我想說什麼呢 因為它跟股票很不一樣 股票就算你坐艇 你匯控餐會五、六厘息 可以捱 雖然今年可能不太息 不過不用怕 明年會派 提外說會派 會派 遲些會派 但是商品就不同了 無論是金、油、那些穀物類 各樣東西 不但沒有色派 還要給全倉費 啊 那就相了 所以為什麼 商品期貨永遠就越貴 因為人家要儲存的費用 成本越來越貴 所以永遠我們做期貨叫contango 所以你會看到傳統基金類別 沒有基金持有商品 做其中的資產 雖然過去在1415年 有當時跌到二十六七元的時候 咦 很便宜 開始在16年才有商品基金 將商品加入資產類別 但是到現在兩個月前為止 所有傳統 歐美所有幾千個基金經理之中 持有商品類別的比重 都是非常低 都是不超過8% 所以大家也覺得這幾年 如果玩商品 玩ETF最直接 有很多時候不用上身 只要看看究竟有沒有基金管理費 那些等等其實就沒有那麼誇張 剛才給大家看 CRB商品指數 反映了環球的一些商品 我想今年是因為一月份 環球經濟有點淡 已經在下降 二月份 整體疫情爆發更淡 所以就拉了下去 而其實另外一個指標 我之前跟你學習 就有看的 就是BDI 波羅的海 乾散貨指數 這個亦跟整個商品市場的關係很密切 你不要看它的圖 但丁Sir上個星期是爆升的 它是差不多接近一年來最大升幅 它一個星期升成兩成 是不是一些轉世信號 我也想它是轉世 我也不想一些東西跌 我相信是未跌完的 未跌完 只不過 你要記住 剛剛過了這個星期 就是歐美陸續說 包括我們大陸的城市 叫做重啟經濟 雖然責經濟是繼續發酵 但是重啟經濟 所以某些 加上油價在負數又變回33元 所以那些人發覺 咦 要訂旋期了 要訂旋期了 下急單 沒有 下快單 所以有些航線加了 尤其是澳洲和中國之間 那幾條航線 尤其是油 上個星期的油為何升得這麼厲害 就是人們說 當然還未確認 不過我也覺得是事實 因為我前兩個星期 上個月在負數的時候 都留意中國會趁平入油 上個星期 中國建油二十多元的時候 油就不斷賣 戰略儲備 戰略儲備 但其實我很懷疑戰略儲備 其實第三階段都已經爆滿了 哦 這樣嗎 是的 就是 丁sir 我們看這個BDI指數 就不能反映經濟有機會出現拐點 可能是一些短線 短線的 就是反彈的 到歐美駕駛高峰期又來了 就快 不要忘記下個月 已經是提煉氣油的高峰期 所以通常 它就比股市會早些反彈的油價 股市就五穷六穷七穷翻身 油價就是七月 在六月就已經爆上去 不過今年你知道什麼都快了一些 是的 三、七元也好 USO也好 都早些轉倉 是嗎 現在轉到亂了 大家其實想追蹤到商品市場上 真的不知道用什麼手法 你剛才提及過油價 其實也變相影響了 剛才那兩個指數 是最大的一個商品component 你可以這樣說 是 因為油價沒辦法 數回一個月前 就是負數 最誇張時是負40元 但轉眼間一個月過去了 竟然可以在低位爆升是倍數 阿丁sir 你之前都準確地提過很多投資者 就說不用怕 六月的期有負數的機會很小 剛剛就交收完 轉了倉 那確實真的沒有出現 油漲也上升30多元 那怎麼樣 危機是否過去了 負數應該看回情況 就不會再出現 甚至低於10元的機會 應該都微乎其微 因為當時我在Nine Max 在旗幼交易所做的時候 1998年 剛剛就是跌穿10元 當時我已經問那些 那怎會不會負數的 什麼事 他們的生產成本 當時是20多元 你跌到9.9 全部都要輸錢 所以其實就是 經過負數的那一戰 那些USO 什麼3175 所有的全世界的ETF 都在上兩個星期 提早轉倉 轉了7月8月10月9月10月 12月那些就沒有什麼影響 那些不動的 一年之後 我還給漏了一年之後的旗油 沒有動過的 但我想說 其實你要了解旗油很簡單 美國的平均生產成本是45元左右 新的葉岩油要55元 但是舊的葉岩油 那些水壓的方法是很便宜的 兩年之後 他們的生產成本就很便宜的 最便宜的就是 以碟幾盆地那裡 只需要22元而已 所以現在它已經有錢賺了 最重要的就是 美國的原油產量 由2月高峰期1320萬桶 跌到上個星期 1100萬桶都沒有 跌了200多萬桶 也挺誇張的 很快 還會繼續估計下 它會跌穿1000萬桶 不要忘記俄羅斯加OPEC 那些好像談判數 又要繼續減產 沙地又不向亞洲或中國降價 出口成原油 所以我相信這個旗有 但是話雖如此 一路減產 你會見到一些汽車航空業 都完全是未復甦的 這一季甚至下一季都不會說 其實真的很誇張 我想說兩樣東西 就是 航空界 你會見到其實過去上個星期 裁員最厲害是美國那幾大航空公司 是以萬計裁員的 歐洲都是 汽車業都是 差不多 Google雲全世界的汽車公司 幾乎沒有一間是不財源的 嗯 內地那些 有 對 內地 除了比亞迪 好一點 吉里 內地那些好一點 那幾間就沒有 國外日本 日本 韓國 澳洲 日本那些誇張 所以我講這麼久就是 原油其實如果再上三元去到三十六或者三十七元 我建議又可以沽空 我很少人 我只差幾元 幾元很快 對嗎 但再爬上那些位置 整個美國整體二百幾十個轉油台 平均生產成本是三十八至四十元 常常人看油價短期的波動 來來去去都是看供求的 你剛才說了某些 可能都是說炒一些憧憬 重啟經濟了 局部 由完全沒有活動 變成有些活動 油價的反應都不是太大 但突然間提到美國那些轉油井 跌到差不多2009年新低的時候 油就很有反應 其實大家是不是以後看過油市 是不能忽略美國來的每一步呢 基本上 我在Nimex那時候到現在 都說了22年 其實就不是沙特或者是油組主導油價 一直都是美國是老大哥 他說什麼委內瑞拉 科威特那些是全世界最寧藏量的國家 其實我一早就說 不是 BS 不是 其實是美國 其實是美國 我一向已經說了 只不過在過去兩個美國總統奧巴馬年代 以及之前 即是列根年代 開始禁止開發一個海外轉油台 但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前 奧巴馬剛剛臨卸任之前 就開放了 所以這個其實是間接在前三年前 間接令油開始埋下這個下跌的伏線 所以產量為什麼可以由七八百萬桶 去到一千三百萬桶 就是三個月前 所以這個轉油井數字 不過各位就不要太過著意這個轉油井數字 為什麼 我在我的Twitter 或者我的WeChat帳戶 永遠不會擺這張圖出來 為什麼 可跌可勝 這個數字很誤導 雖然現在最新是二百三十七個轉油井 不計天然氣 天然氣就是三百三十多 它每個轉油井的數字 那個產量可以差距很大 即是有些很大的沒有關閉 只是關閉了很多小的 即是每天只有十萬桶 幾萬桶 那些沒有意義的 所以這個轉油井的數字 不要太過看得那麼重 如果大家再看這個數字 油不動 大家就知道 知道什麼事 可能越來越多精明的投資者 知道原來這個數字有水分 所以要特別留意 油呢 阿丁sir就不斷地和大家說了 就是上多幾元 就要沽了 就要沽了 不要太樂觀 但是另一種商品 最近特別多人問的 就是黃金 丁sir今天金錢都要下跌 不知道是否因為 美金市充一百的位置 令到商品有些壓力 金價回落 但是算很硬 即是你今個月中 七一七六五左右的位置下跌 之後其實都定到在千七樓上 是否反映 其實不停 大家都不會讓它跌得多 是啊 因為上一季 在第一季 就是黃金的 全球所有黃金EKF的持倉量 是破了紀錄新高的 在四月份來說 也是那個期金持倉量 正常倉投機性 又是破了紀錄新高的 當然這個是 長線來說是很現象的 多人看好 但是短線來說 哇 持有長倉的數字是這樣 是啊 直升機 我又害怕了 好 單邊就害怕了 對 單邊就害怕了 但是你說得對 我都沒有買過期金 這一個多月 好 因為在上個月 其實那個期金對現貨金曾經高過60元 是的 那我怎麼追 是的 我一進去 它跌收 很多投資者問這個問題 那抹到這麼闊 那怎麼辦 等於當時 上個月 在四月 那些白銀 因為我自己買了很多白銀幣 真的實體的銀幣 在十年前開始 耐末存 存了一千多個 不是很多 哎呀 總之拿上來給大家看看 啊 OK 下次下次 好啊 好 上去的銀幣更誇張 就是它16元一盎司的時候 那些銀幣通常都是5-8%的優惠 竟然去到49%的優惠 即是去到23-4元 都說買斷市 所以在上個月 連歐美的散戶都不斷追金和銀 所以變得有點走過龍 所以1765元 暫時在這個星期見了頂 但我想在六月又會上回去 六月會上回去 六月是因什麼事你覺得會上回去呢 因為之前那些東西都聽過了 疫情 減息 QE 負利率 通脹 滯漲 國際監 關係不好 都是數這些而已 有什麼新的因素可以令到再爆 如果你看股市 基本上第一個指數要看的 就是納斯達的指數 第二個就是MYFANG 就是變相的FANG M4 技股 當這兩月真的開始跌的時候 金才會爆身 這兩月指數一天不跌 金上極很有限度 就是看著新的經濟股 為什麼我會說六月開始 不是五窮 六絕 六是絕 就是才會見底 七才開始翻身 你真的相信會六絕 過去幾十年來說 基本上平均來說都對的 因為股市 十二個月裏面 最好表現就是 十一 十二 一 二 三 四 這半年是最好的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這半年是最差的 尤其是六 七 月 和九 月 十 月 六 月有什麼事發生呢 各位有沒有留意特朗普從來不戴口罩的 他會戴嗎 甚至昨天電視台訪問他去一間汽車廠 都說為什麼你不戴口罩 你覺得疫情第二波 疫情第二波 我想說我批過特朗普下個月會中招 你批過這麼嚴重 我個個都不批 我只批他 那大家記住 到時都會找你上來 好 你要回答所有網民的提問 即是說金錢現在回了一些 大家都可以著兩上車 是不需要害怕的 是不需要害怕的 它始終會上去的 但是如果你相比起金錢 很多人會說 如果看金錢錢就更落口 是嗎 之前你經常提到一些金錢比率 就會反映到一些什麼問題 譬如有很多人寫文章 就是金錢比率越高 就是預視經濟越差 然後亦有另一個反映 共銀正在追上來 其實金錢比率才會下跌 就是越高 人們不斷追過金錢 好像很不合理 也就是經濟差 人們躲進金錢 但最近金錢比率 摸完新高位之後 最近就下跌得比較急 其實影響 是不是一些情緒上的轉換 或者可以這麼說 逢親記住任何市場 包括這些所謂的 可能不知道什麼叫金錢比 就是一盎司金換到幾盎司白銀 就是在上個禮拜 初前的禮拜尾 就創了一個歷史新高 intraday即是即市 曾經去到126倍 就是一盎司金換到126盎司銀 破了91年時的101倍 歷史最高位是101倍 但是因為 記住 市走得快 阿婆走得快 市有古怪 阿婆走得快 市有古怪 我經常說這兩句 逢然直升機這樣升 就一定會同樣直升機 這樣跌下去 所以我金錢比由百多九十 升到126盎司高位 回到現在最新是98 那只是它升得太快了 只不過是 就是那些人忽然間 那些散湖 一波風一追上 我就擔心這件事了 所以不要忘記 白銀的歷史高位 11年的時候 是50美金的盎司 現在才1716.9 好像真的很落後 還有我經常做商品這麼久 我經常都講了兩個事實 其實全世界最不值錢的商品 就是原油 其實最缺罪供求 那個內在值 英文叫Intrinsive Value 最值錢是白銀 因為供應少 供應少 還有全世界除了墨西哥 南美洲 智利秘魯 澳洲 某些州份 真的有銀礦之外 其他國家是沒有銀礦的 白銀是一個副產品 所以白銀的開採成本 是很難計算的 是全球不同的國家的白銀開採 最低的說8元美金的盎司 但其實平均 計算出來 其他生產鐵礦石 銅 銅 計算出來 白銀的開採成本 其實已經去到13、14元 所以你想一下13、14元 幾個月前就低於13、14元 不合理 所以很不合理 我經常都講 全球最不合理 最undervalue 就是白銀 就不是匯控 丁實 我只有一個問題 你這樣說 因為白銀 自我認識的商品以來 就知道其中一個危險的地方 就是它的工業用途佔比很大 就是它有差不多每個月 是有50%的用途 其實去了工業那邊 就是現在那些太陽能 相關那些 其實都會用到白銀 那如果跟經濟突然間掛勾得這麼厲害 你六月之後 像你說的 有機會爆發第二波呢 那銀會不會 又要下降 又要下降 因為銀的敏感度也挺高 或者我這樣說 因為基本上白銀已經下降了很多年 沒忘記了 歷史高是50元 現在才是16、17元 那就是第二波影響我的工業用途 其實要影響去年 影響了 反應了 所以你看到去年的白銀 都曾經低位 11個幾十二元 又經常都過不了14、15元 又滾下去 所以基本上就算 真的如果不幸 如果我嚴重 我疫情又第二波 特朗普中招 打給丁sir 打給我罵我 那白銀 我相信都不會跌破15元 OK 所以基本上 在16至16.5元 就可以吸納 15至16 16至16.5元 16至16.5元 可以吸納白銀 白銀可能大家不太熟 是否跟黃金一樣 有很多人想 就是你買實銀 買現貨銀 期銀 ETF 都是這樣的 是 以你 叫大家 譬如現在建議的 應該選哪一種是最好的 就算我的群內很多粉絲 我都不建議 就算我自己 我都不敢做白銀期貨 因為槓桿太高 通常是做紫白銀 就是最好的 在香港13間中資行 都有戶口可以開 我應該去那裡做發言 都是現任的 他們很公道的買賣差價 是有時比其銀更加好 那ETF呢 美國最大的那些 是 經過USO3175之後 立刻害怕 不過呢 其銀和其... 其金就差一點 其銀呢 那個所謂 剛才我說過的 遠的日價 就... 近期都在白銀沒有什麼出現過 如果出現就不要買 不過所以你說SLV 這個白銀ETF 就是外國那隻 香港沒有白銀ETF 沒有沒有 很不幸 很不幸是沒有 所以都可以考慮買SLV 這隻ETF 哦 當然我最覺得最穩陣 都是在那些中資行 或者兩間本地銀行 都有紫白銀戶口 或者學你買金 買銀幣 就是有空可以出來摸一下 銀幣我們拋一下供應 拿定估 是的 最近都被我打抉擇 好了 今天我想大家都學會了很多東西 在商品市場上面 最要記得就是 有不值錢的 黃金還可以買6月的時候 過後會再破頂 白銀都可以買16至16.5美元左右 今天謝謝丁sir 來和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最後也提提大家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在Youtube 在我們節目上按like 給個like我們 接下來我們有任何的資訊 都會在你手機提大家 另外也要加入我們 就是經濟日報的apps 有任何的財經資訊 你都會大家時間知道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謝謝你 拜拜 拜拜